嗨 大家好 今天我还是一如一网一样 会分享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操作 另外一个是诚意 诚意这方面也蛮多人误解了 他本来应该有了意思 另外一个是心态 心态这个我相信不是很多人会跟你讲解了 我多数都是用两个字 因为这个就是坏的奥秘 我就尽量简单化 如果你要清楚知道 当然你要看完我整个video 才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 好那么讲先讲解 操作方面 基本上和那个期限 大同小益只是跟你讲他是 怎样实际的操作方式 那么先讲 所谓的那个 期限方面当然股市投资方面 我们有分的长期 中期跟短期 操作方面是要怎样呢 比如说讲长期 OK长期基本上 像我们要配合的一样东西叫做 类在价值 所谓类在价值我们只有经过那个 基本分析方面我们才知道 我们要找的就是要找那些 蛮有前景的公司 我就拿talk growth来讲好 通常我会跟人家讲talk growth那边 OKtalk growth 我这里已经是talk growth了 只要他是股价低过 5块钱 ok 我就跟人家讲你可以 啊少一点点 然后他高到好像不好像是 啊大概是 5%或10%时候 你可以买一点 这些就是分批 操作就波多做一些波段式的操作 不过以这里来讲 他看到5块钱占到也是蛮稳一下 只有那一天在 啊这一天是 3月8号的时候 才跌到最低是4.799 然后上升到这边 基本上是有10%以上了 再卖掉他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下面这边低个5块钱 或者5块钱是再买回去 如果也是啊没有没有资金的话 你可以这样操作 如果有一笔资金分了很多批的话 硬实定量的买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5块 你可以看他已经形成了一个 蛮强的那个支撑点 如果没有什么啊 那种大局势发生的话 比如说公司啊 发生非常好的消息的话 他基本上跌破5块 或者是直接到这里 4块1也是蛮 蓝一下了 不是没有那可能啊 是有那可能性 最低的时候就是这个 这里我们就是 你长期操作 这一简单方法 ok 也就是 逢低买入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是他的价值方面 当然我们那个 那个intrinsive value 好像巴菲特的20%的被低股 比如说啊 这个值得值得应该是5块钱的话 那么50%低股 他就20%的话就是 啊 520就是 90%的话啊 很简单 如果我们算他内界价值是5块钱的话 不好意思 是乘8 那么他没有4块就不要看咯 ok 就 这个是一个例子啊 不是什么了 刚才我们算了 那个5块钱是 已经是折扣价了 那我算他应该是至少是 7块左右这样那么他 要减低的大概大概5块就ok 就这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 好 这个就是我所说讲长期操作方式 那长期操作方式 我们还主要的还是要看啊 那些他的年报 就我拿NGO的来看的话是 这个有问题 这个倒入到半桶水的 ok 这里有三份 先看啊 tower是怎样先 我已经有70周年了哦 ok anniversary 70年 差不多是两代人了哦 那么在这里放大的话 主要我是看他的那个什么啊 ok fire 这是20 page20 chairman statement是蛮重要的 ok mission statement group vision 这也是mouse 这也蛮重要 基本上我们是要看完了 他的 other information 是从 在 啊 42月开始 financial statement是43 ok 那么我们就慢慢的看一下他的有什么 ok 他的vision 是 这个很重要 group vision啊 这个会影响那个公司 有一些他要讲 啊 最讲究怎样 最重要是这个好像那个 啊 kotak kotak 他的最糟糕就是 他换了好像没有75个公司的那个 啊 co也是不能就 就是因为他的公司的 vision的问题 ok to accept a reading still growth in south east asia ok by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a wide range of about achieving long term growth and lasting value for all stackholders ok 这个还好 不过如果是个啊 如果有人做一次全世界最大的就更好 不过 south east asia也是不查到哪去 那么这里我们他的看他的这里又讲 ok productive local cost ok 这些就讲他公司所进展的东西 ok 这些是蛮重要的 还有mouse 那边还有跟你讲他的走到哪里去了 这些是从啊很久的时候你看 从从一九九 一九 一九 一九四六年 ok 然后到一零二零一六 他这些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时间上观察阅读的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是我就直接啊 跳过了我直接讲他重点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看 看这个ok 刚才我们回去他的目录方面 financial statement是在43 也就是说我可以基本上是skip掉这个 这个是checkment statement里面有 这个当要快的话是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些公司的人是谁 ok 然后我们可以google检查一下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 有没有不好的背景还有人家没有啊 写好坏话之类的 这里所以是蛮重要一下这些这些人啊 那些背景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也是给google一下这里面是简介 也有时还讲到比较美一点啊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了过背景是怎样的 当然这里 Chairman statement 他有讲什么废话 the steel market in 2015 the growth that face a downtrend in selling price of unpreseeded magnitude in ok still consumption ok 这里是蛮看到蛮够力一下的 impact by the search in ok 大概是这样我们去了解一下performance review啊 然后他有讲什么东西这是过往一整年的 这些东西很多只有嘛不大知道有时要去google一下问一下问题啊 ok 然后一时之间看我也是不能了解 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展望 通常看Chairman statement 我是看这个比较多 然后过往的时候那些就是激报已经有提了 他 summarize code 就是总结给你看一下 在2016的是啊 shipping up as a year of recovery 你看他真的有跟你讲了 在2016年是啊 稳维稳的一年来的那就是啊钢铁的 哇 more than 30% for it ok announce policy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by 100 to 100 fee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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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蛮好 现在也可以看得到啊 这里开始可以讲是ok咯 have also rebounded international steel price 这里是终点来了 since end 2015的确是讲着而已啊 所以他的股价现在还是上升着 ok still plus prices has risen by around 30% ok connected influence by industry sentiment paste of since card and the trend in low material prices away the in view of the huge losses by China still coming in but that prices are likely to remain significant above ok这里就讲啊 2016肯定会比2015好就对了啊 ok ok 这个是重点啊 60 burden in early march ok 他就跟你讲了已经是60美元了 一滩大概是1000kg ok 增长了是20%啊 就是50大概到60是20%增长 所以这里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从这里要每个这样细读怎样啊 我们就看这有没有机会 那看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当然是看他的季报方面 所以记报也是不要太过期待太多 financial statement是44 ok 我们就花点时间看一下 这里也是年报 当然之前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是income statement 那边我们要记载下去 你看一下跌到蛮够利一下你看 从这里是下跌不过 今年肯定是比2015年更好 所以我们期待2016会更加好 看上去大跌到蛮够利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看到机会咯 所以他们那边股价啊 从angio方面 这个就是我们啊 一个其中操作那个啊 长期中期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从那些人有啊 有留意他的记报的话 那么还有跟进的话 他们就大概可以在这里收到pile 然后在这边就 就已经是翻倍了 ok 这样的要怎样做到这些 就是全力点看啊 这些年报啊 记报一些哦 这些应该机会是很多的 就我们从这边 然后我们要记住那边去excel那边 才可以大概了解到 这个就是长期的操作方式 但是不是很多人做这个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了就是啊 当然接下来就看 那个买卖盘那边 买卖盘那边当然我自己直接按的话 ok 有时我们看这情报的时候是 嗯 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现在要按这个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还是你这里是他的股价走势图 这里是他的那个买卖 这是卖的 ok排盘那边 这是销的排盘就是卖的排盘 那么这边你可以看一下他上半场 交易多少下半场比较冷冷一点 上半场比较热 就是有75个啊 transaction 跟41个啊 平均价位你看下下半场就给人家推 小啊卖到很多 但是不是很多 总量来讲是啊 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这样吧 ok 然后他的那个价值1.2 啊 million 1.207 million ok 在这里buy的transaction有 有增多你看到人家销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看到这里 他的他的那个value啊 从Teknesis那边你们看到这里是 黄色的 也就是会什么黄色 因为我调了眼色最重要的是 他的销呢是他的那销的transaction 是多个buy的transaction 才会出到这样的量 所以那些量是蛮重要一下的 这就是给我们知道他的例子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啊 跟着每个啊分 每个秒啊有什么transaction的 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成交200log ok 这里就是给我们知道啊 我们的那个出价 所以就是说 这里又不要去到那个啊 中期跟短期的那个啊 操作方式了 我们要需要每天这样观察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们要买多少log 是取决在这里 ok 通常是你们看到最少的是25 就是买啊最少是10 还有2 就是1log那些不用讲的很容易了 那么我们要找他的就大概是不上不下 也就是大概是100log啊 这样的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出货了 也就是我们排那边是容易给人家吃掉 当然我们可以一次个排到那边 也可以分很多次 然后这里看下这边就是跟着时间那边 ok 这个第三个那边 我们看这里的是ok 这里是跟着价位价位那边是我们看到是时间了 从这里啊 你看到是同一个时间的 也就是这里是一个人买的 这里卖掉啊 4.42到13了 到这里是 从这里这里前面加起来是 是一个人丢票 然后这些是人家排的 ok那些人排了 排到多少的时候 他全部match到完 也就是一个人很大量的丢下来 这是卖盘买大一下 所以看到下午的时候这里 那个下午的六十蛮高一下 那这是钢铁股 ok 中级操作 至于中级操作那边 有时候我们要怎样找到那些 比如说还有另外一边我们看的哦 那看完这里 还要顺便讲 大家应该是看联包那边是长级操作 那我们讲中级操作方式要怎样操作 ok中级操作 除了看图 如果我们是先看他的走势 那么我们先可以看的就是这个 construction就是建筑股方面 我放两条线下去 就是给你看一下 它很白 很白大概是从这一天开始 我就先放这一天 ok到这一天突破这一天 ok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10月5号到3月16号的时候 这大概才5个月左右罢了 现在有6个月 十十一十二一二三 有6个月刚好6个月 6个月的时候他才上升 是你看一下插水的时候 在上回稳 在这里是最低的时候 你看他是强势上升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从8月25号到这里就是9月18号之间 这里然后他就下跌 然后这里就过后就一路很白 然后再强势上升 这里我们就看一下 他还会不会很白 我们不清楚 不过这个阶段哦 通常我们是看这个是第一波上升 然后第二波上升 通常是比第一波上升还要厉害的 所以这种我们就是 你们可以做的就是中期的操作 也没有做长期的操作 看到这种是机会了 ok 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construction 哪一个股是construction的话 是ok最简单的 我们就往google大神先打出这个 Pursa Malaysia 按下enter下去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 www.pusamalacia.com 在这边按的时候 这里我要按一下 不然他会不见掉 也顺便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是知道 他是建筑谷的龙头之一 ok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按这里price 只是我们拿了我们科射punch 这里然后按price上面 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 就比较麻烦一点 还是用电脑来看会比较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叫sector 这边 ok sector方面呢 我们是选不到东西的 我们要按 mean market ok 那么这里才会出东西 不然的话 你是按不到东西 construction那边 ok 这里全部都是construction 如果你们看的话 这里只有73个 exclude掉那些warrant的话 会更加少 当然你看warrant是蛮多一下的 这些全部都是construction的 supreme也是construction的 ok 随便哈 那么当然我也是有做一些东西 就是简单化的话 放在我这里的excel那边 所以我直接可以在这边 看成稿 只有大概48个罢了 扣除掉那些 然后 在 啊 那个se market 没有 也就是我们全部那些啊 建筑股全部都是在 主板的 也是mean board那边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中啊 那个建筑股的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啊 看完它整个走势 然后我们选那些是上升着的 上升着的也不是很多个 其中一个就是 就是 gamuda 也就是龙头 他跌的时候这个指数影响很大一下 你看到他是两个上升 和他刚才那个也是上升 这里也是很摆一段时间 他也是跟着很摆 所以这个走势和我们的那个 建筑的那个股数啊 是有关联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可以看到 我这个是其中一个机会 OK 看了这个之后 OK 我们就可以放它进 watchlist 自己的watchlist 那边自己可以create 一个watchlist OK 那么在这里 add to favorite walllist 或者是 可以这里加一个新的 之类的 在这里 到中期的走势方面 我刚才在长期那边有些有透露的 除了看到买卖盆能不能出货 然后还有看 今天最有趣的就是 你看一下 这里是五个人 这里就是啊 这里是看盆啊 这是看盆技巧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 那么盲目的去学这个 这个不鼓励你立刻学 不过当你要买卖的时候 你要一会一点点 就好了 不要学太多 因为看太久 你会给他那个庄家表演 看到傻料 短期的操作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他会怎样玩 来 来骗你啊 做一些局势啊 最简单 他们是讲你看一下 这里是锁架 你看三个七千多 然后这五个 他的双倍差不多 你看这里 原本在打4.45的时候 一开始说排架的时候 是 他股价是要接近4.9的 不过突然间就是有人啊 这里啊应该是 大概是庄家不要给他上 我相信应该是 要有好消息 要出来了 所以他股价上到不像样 那么你看下这里 这里是蛮多一下 这里是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四 这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 三十八万两千四百 四百股 真是快八来讲 就讲他蛮多货 有牛 那他们有货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这样排 那你可以看下这里哦 有三千一百零七个成交 就是在那边排了的 ok 有多少个人不知道 不过我就知道 这里是你看那些人啊 也有散户 然后大户的是这个 一一二五 ok 他的啊 给人家啊 卖掉 那么我们可以看下这些 那么我们称之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要进多少 ok 就不要吃到太多 吃太多 也是很难出货的时候 就很辛苦 短期的时候最重要是这点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东西 有时 会分享给你 把他变到我不能赚钱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有时 分享给你 你又讲哇有这样好康头 怎么你不买 有时资金的问题 有时太多股 不懂要买哪一支 有时买的时候又不上升 刚好这支股 我就买到3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啊 这种操作啊 只要有2% 我们就 基本上是回本了 现在是3% 这里就是借刀 如果你做短期的话就好啊 你的那个成本价就是那些 保险费啊 交易费很低的话 你赚大概2% 你就有赚了 这里 不过当当我不是 描这些 我是描他的那个 扩文 扩文那边是蛮不错一下 轻轻松松 10% 没问题 最重要是看你 看他是几次到底 那边就是考验你的 这里看那个 这个 因为这里不是一个 这个realtime的chart 有一些是我们要看他的那个realtimechart 也就是需要 需要这个 investing.com的帮忙 在这里 当然我当初也是有讲过 在这种前一个 你可以打这个 看下打 OK 按下去 短期方面 所做的这些功课会更加复杂 所以通常短期方面是 有时你要知道你赚多少 要亏多少 你要预先知道 不然的话 你看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真的要很快丢 有时丢不及的话 你就啊 多一个价位亏损了 你看在这里是上升12-2.56 那在这里有换去啊 5分钟的图啊 我从这边呢大概了解一下 你看在这边 哦 基本上是 上上上上 在这边啊 这样的波段之下 是蛮不错 可以在收票了 这里 大概可以这样来看这些东西 这里就是 呃 这是5分钟都 要看那个 呃 要看那个什么 呃 做短期操作是 还是用分钟的图还好 然后再配合这个热图 大概大概了解一下整个走势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的胜算就比较高 这种叫提高胜算 这是我们的那个操作方式 我已经跟你透露了 长期的操作 中期的操作 跟短期操作 那么就看你啊 短期操作还没跟你讲完 长期操作 只是太多了 然后 做的东西也是蛮多 除了那个长期操作方式你要做之外 你还要看很多东西 还留意那些新闻 因为短期的波动特别大 那边那个波动 你们能不能抓到你 就看你的忍耐 这里也需要一直这样的重复重复的 不停的重复练习 我们才大概可以了解到 怎样去接 ok 真的是操作 另外一个就是诚意 诚意方面咯 现在很多人误解了 那么我也为了更加好的话 我就用Google来找一些诚意方面 ok 在诚意方面 不要盲目性任何政府官员诚意 这个 不是很好的 一个是例句语的语 诚意 然后诚意这些没有什么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他也是这样 真的没有很好解释这边 ok 不过他这里诚恳的心意 多用于书面语 用实地实际行动来表示 ok 真心诚意 那么我在这里 百度方面会比较讲的比较好 一般只诚恳的心意 这个最是最重要的 使其意念 发于精神 不欺人 也不自欺 也就是说是 很多人 把这个诚意 变成 变成 不是真正的诚意 好像比如说 人家有些 讲 你要娶老婆的时候 问那些岳父的时候 他们讲 然后他们讲诚意 他们很多是 看到金钱方面的诚意 这里也是现代人 所误导的东西来的 事实上诚意 是看你的心 你能不能打动他人 就是说看你 有没有用心的去做一些 能感动他人接受你的东西 或者是动作 ok 不过也不能排除的就是 很多人就是很喜欢钱 所以用钱就能打动他 这是最简单的东西 ok 很多东西 最重要要记得是这个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你很没有诚意的 就是 拿一笔钱去学习的话 但是不是出自你要学习的话 那不算是诚意 ok 这里也是有讲很多 就是和心态方面 等下我们会跟你讲心态 方面的东西 ok 心态当然也是逃不了 和这个三个期限有关联的 纸类星显示 ok 蛮多可以讲的 也很多东西 ok 乘以轻这些 啊 现在也是变成好像 啊 那些 那些 corruption ok 贪污之类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 用诚意啊 诚意是蛮广 但是我诚意 我所讲的诚意是很简单的东西 就看你有没有心 就这样简单一 你有没有心 要去打动 啊 然后是证明你 真的要有那个学习的心态 一些人 就啊 take think of granted 就是认为他是赢得的 在我没有认同他是我的土地之下 他就直接称我为师父 我这边这般人我看到 我通常是不理会他们的 一些人是直接问我一些问题 好像比方说股市的东西 这不是我的啊 责任来回答你 这是你自己要学 除非你是我学生 那变成就变成是我的责任 现在是你自己责任 你将你要学习责任是丢来给我 那么还有很多人 他们比如说他们不想做这回事 但是他们偏偏去做 实际上他们没有跟人家很清楚 告诉人家讲清楚 他们不要这样做 ok 结果就给人家找奔了 ok 然后诚意的行为你可以这样 死性是真诚 ok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是一个意念 最简单一点就是讲你的心 ok 所以当我一讲啊 我一发那个诚意的时候 有一些很多人误解 我还是回去 且麻烦你去了解 很多不同的人那些方面 ok 所以诚意方面虽然是很广 但是我们回到最基本的 就是看你的心 你有没有心去学习 是一眼就看得到的 有些人好像当个自己 已经有那个程度 直接问人家 这个可以不可以买 可以不可以买这个字啊 在股市方面是最难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层次人来讲 你要我怎样回复你 你因为也是很难的 要根据你的那个层次 比如说你 你期望是赚100%的 那么我就可以跟你讲 有些是一天里面要赚100%的 那个可以跟你讲是不能 不过一段时间能赚100%的 是蛮多一些的 ok 然后心 讲到成绩方面 当初 在我书在出的时候 我写好的那个 嗯 基本分析的时候 我有分析了这个股 ok 那时的股价哦 就是大概去年的时候 我在这段时间写好 应该是这段时间没有记错 随便他这样在这边这样算啊 ok 都有赚100% 只要你 有学习的心态 就是不介意啊 价钱方面啊 嗯 或者是很好学的话 是要找些是很简单的 ok 不会拦到哪里去 看你的心最重要 你有没有那个意念去学 什么东西推动你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和 讲到心态 心态和诚意方面 也是一个啊 其中一个 一部分来的 讲心态方面 我们先讲那个操作心态 在长期操作方面是 那 意志要非常坚固 你要很清楚 知道你在做这些什么 很多人 之所以变 由长期投资变短期投资 是因为他们意念不强 还没有做好足够的那些功课 那我们所设的那盈利很小 不过好像 这种股 ok 要怎样拿到超100%的话 当然你做功课肯定是不能少 你要做一段很深度的了解公司的操作方面 怎样啊 公司模式啊等等很多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 要做长期操作的话 是你的心态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你对你的股有没有充分的了解 而不会为了一点股市的波动 在长期那边不注重波动 注重波动的是终极操作跟短期操作 终极操作是很注重那个趋势 趋势到来的时候是要怎样确定啊 要怎样操作 这个也是蛮个人的 这里也会避免给那些情绪左右 但我们看好像这种 比如说建筑谷 ok 我先关掉这个 再关掉这个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样大跌的时候 你敢去介绍吗 这个就是在终极操作的时候的方式 你肯去吗 有很多人是不肯 因为你看这个上升的时候 很明显 这是第二波的话 第二波的话 它的波段 它的上涨肯定会比第一波高 这是我们所学的那个技术分析的那个原理 波浪理论那边也是有这样讲 那么你要以怎样的心态来操作中期 也是一样的 你要先了解整个走势是怎样 也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和长期没有分别的 基本上它只是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懒人投资法 然后公司是每年都赚钱的 只是给市场左右一下 然后有时有折扣 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些原因 了解这些 那么你就可以做长期 中期方式 OK 我们看到是上升的 不管它公司的那个管理层好不好 我们只是上升 然后我们要赚多少钱 这里是很重要 要赚多少钱 通常这中期的 至少20%到100% 或者是更高 也是有的 OK 也是有做很多波段操作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东西 你要很清楚了解 就是在你心态 要给你自己先了解这些东西 最坏打算是什么 最好的打算是什么 在我基本分析那边 也是有间接讲路这些心态的东西 然后短期操作 哇这个 你的情绪波动更加厉害 一点点的新闻上来的话 我们不只它是招音 或者是真实的东西 所谓的招音就是Noise Noise很简单 Noise 怎样分Noise Noise就是意见多一点的 我所看到很多组 全部都是意见为主的 为什么下跌 我认为是这样这样 没有数据去支持它的 然后也没有那些图表 比如说 在Gamuda方面 我做短期操作在它的那个 其中一个饼单 OK 我在这边我是光看到那些 DU票的人是 几乎上是散户人才人 OK 这里那边上升的时候蛮多散户 不过也是洗到差不多的时候 OK 你可以看它是达到目标了 这里那个量刚好是碰到这条线 这是50天的那个平均交易量的那个线来的 OK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看到它如果它没有 它掉下跌跌的时候 它开始反弹的时候我就开始进场那时 没有想到还有一个 就是还没有到它 在这一天就是昨天的时候 我昨天因为我洗一家事情做 那么我就离开了 所以还是好在这天我就出了 出完了 出完了我在这天进的 它的平单 大概是赚10%左右这样的 也不单行 因为这个是短期操作 反正也有长期操作 长期操作那边 我应该是会等100%我才卖出去的 然后也顺便 转换为比较安全性的一点的平单 就是公司平单就是这个 在这里我是买在1.02 我很厚也没有排在1块钱 因为1块钱也是有机会上落货 不过我应该是没那么耐心 反正才多那个 两分钱也不会多到哪去的 因为我算过来 如果它的公司实际价格到那个价位的话 它的确可以100%的这只股 算买时间价值100%有多 如果以这个价位这样来进化 所以我看到 哇这么好的折购这么多金呢 虽然在这里要是我没有什么研究 不过我最近做一些市场调查的话 比如说去基隆坡 葡都或者是在Bukit Bintang那一带啊 我会看到很多放着 Gamuda的招牌的工程在进行着 很厉害 随一出都是可以见到 你看到 在这么大的工程那边进展 你不排除啊 还有很多工程会拿到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不是啊 是有工程保证它的盈利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哦 基本方式没有问题的 基本很稳的稳固了 那么在技术方面哦 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 它是在很白 然后上升 然后下跌 这里下跌 已经是跌破它的 那个 Ascending Trangle 但是还没有跌破我们的 那个叫做 Support Resistance的 那个啊 OK 那个Approach 也就是啊 其中一个方法 这里没看得到的 就是还没跌破这4.61 最坏打算的时候啊 就是它跌到4.33的时候 这个就是整个形式转换的时候 在一个趋势才开始的时候是 它不会这么快跌到这里的 也就是说它 它不是没有可能 它是有可能 但是那可能性很小 在这样的机会的日子下 是我们就可以跌 重点就是我们了解之后哦 那么我们就知道要怎样做 这里就是我们的心态哦 OK 不是很难的 只要你了解 这些东西 那么操作起来就简单 我讲了整37分钟 你还蛮长意的 OK 那这些东西 呃 全部人都可以学习到的 OK 这些 也就是看你的经验 也朝着一举重复的 不停地这样做 探索着 检讨着 一直重复那个过程 呃 这个东西 我已经帮它简单 它变成次一个步骤 这个我还是会写在书那边 在书方面呢 呃 这个应该是在2018 哎 没有2017年写好 好 OK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是听了这些 OK 你可以来按啊 打这个啊 这个 这个 这个link OK 这个是欧来的 不是零啊 这是大写 唯一个大写器 全部小写 呃 这个是华语在我5月8号的奖座会那边 收费应该会 贵到哪里去 也是可以负担的每个人 因为我是会跟你讲啊 哪一只股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5月8号 基本上是 呃 我们可以知道是 大选 沙拉瓦大选之后的走势 也就是那一个星期 我放在那天是有目的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下 哈 所以怎样走 在这个构成呢 我是放在 差不多最尾节的时候 OK 所以你要确定你真的可以出席完这四个小时 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相信很多人都蛮注重这个 其他的不注重了 熊市有机会管他的是什么啦 这些人都很多了秒了 他只是什么是股市的命根 股市专闲之道 是很简单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 在外面是学不到的 很多是 我是从其他方面那边的课程 把它转换回来 比如说为什么我要学很多 这些疫情这些方面的东西 是 因为他们 医里面百里通的关系啦 你才记得知道心态方面 我心态方面我账度 我可以跟你讲 我在买股的时候是 我学了啊 因为我是过山 下司机下山的 我是学分析而已 简单方面是 啊 经过一些东西 一路来有做东西啊 从我小时候开始有做 做很多实验的时候才知道 ok 还有一样东西哦 差点忘记跟你们讲 有时候哦 这个哦 学问是蛮重要一下哦 如果你数学比较差是 你脑筋就转的比较慢 那么如果你脑筋转的比较慢的话哦 你的操作跟心态方面 你就要倾向去长期 ok 如果数学比较好的话是 你就可以做转期的操作 因为脑筋转的比较快哦 快不快哦 和你数学这个科目有关联的哦 很奇怪的东西 我在听我的师傅这样讲解的时候 也是有利的哦 好像一些课程哦 你要去报名的话是 你的数学不好哦 没有A哦 他是不给你上去的哦 还好我在小学的时候 多得第三者的帮助 我家人怎样教我都不会 幼稚圆我可以跟人讲 我的数学是一直肥老的 就是一直不提格的 但一年级的时候 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教我 那么一教的时候 之后我一理明白你的同学 然后自己学习 到后来为止啊 最差的是哪个比 然后在 我没有记错哦 我在中一的时候 我没有拿过A以下 全部都是A的 很少拿看到 然后A以下了 也就是80分以上 这就是 我也是付出蛮多的 同样的在这边 股市也是需要付出的 顺利你的脑筋转的快没有 所以 最简单入门就是哦 我要基本 我要更正一下 你数学好的话是 你就可以 去操作短期 中期跟长期 你可以做完全步 如果你数学不好哦 你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做长期操作 或者是用长期的心态来投资 那么我希望我这个 影片可以帮助你了解更多 关于要怎样去开始 你投资股票之路程 当然如果你要了解更多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要发问的话 那么你就来我的课程 如果你是普通这样问我的话 我通常是不会回答你的 因为我也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跟你 讲解你的问题 最好你还是先来我的课程 那么在后尾的时候 看下怎样有时间的话 或者是你发问问题的话 我肯定会答你 因为这个是 你付费来听我的课程 也算是你很有诚意 从很远来到我这边 我很少去其他地方的 我不会特地去那 Jowa Saba 或者是新加坡 开个课程 那边 那么我要这样做的话 我的收费就很高了 然后又不方便我 我要准备很多东西 要有准备那些食物中毒的那些预测 很多东西 很难预算到的 最好的东西就是 来我这里 就是我附近 我住在那附近吧 我去那边大概是不多10分钟 是蛮方便我一下子 不是为了方便 如果这些就是看你们的诚意咯 你有要学习的话 你的确是可以来没问题的 如果你不会华语的话 也不用紧 我也是有讲英文的 我是可以跟你讲解华语的东西 也是可以跟你讲英文的 这不是一个问题的 语言对我来讲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些都是心理障碍而已的 不然不会英文的话 但是真的很难看得到 怎样做长期操作 你看像我们刚才那样联报 全部都是英文的 哇怎么办哦 想办法去克服这个难题哦 没有没有一个东西了 只要是这些东西可以解决到 很简单解决到的 用谷歌可以解决到的 就只能找到答案 而只是你不会英文 不学习的这么简单一点 只要采取行动 OK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观赏